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人都可能曝露鱼或感染肺结核 人与人之间经由唾液或打喷嚏 咳嗽 大叫或唱歌时喷出的黏液 传染肺结核 处于活跃期的结核病患者带有结核感菌 健康人若吸入黏液 结核感菌会寄宿在肺部 结核感菌也可经由血液流动影响到其他器官 如皮肤 肾脏 脊椎 脑膜或泌尿系统 结核病不会经由接触个人用品 医物或握手而传染 容易染上肺结核的高风险群包括 免疫系统虚弱 艾滋病或糖尿病患者 抽烟老人 器官移植病人 酗酒与毒品使用者 另外 若长时间与活跃期肺结核患者接触 也可能会增加离病的风险 活跃期肺结核首先症状是 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咳嗽时弹中带血 反复发烧 夜里倒汗 胸口痛与疲劳 如果你或其他你认识的人有上述症状 或你接触过的人有上述症状 请立刻通知底的医生或附近的医疗机构 结核菌可以经由简单的皮肤测试 也就是结核菌素反应诊断出来 一系列的测试 包括胸部X光 血液和痰的样本 都可以用来检测是否感染肺结核 肺结核是可以治疗并治愈的 一旦被诊断出 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跟医生讨论安排你的治疗 需要尽快开始以增加治愈机会 确保你了解他们的指示 对于你的问题也得到答复 治疗可能持续数个月 严格遵照指示非常重要 即使你感觉好多了 还是不应自行决定停止治疗 你必须依照医生的指示完成 若不依照指示治疗 会导致结核感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这会使结核病更具侵略性和危险性 也就是抗药性结核病 为了防止感染扩散 维持良好的营养以及喝大量液体 保持充足的水分 与家人定期健康检查 避免在人潮拥挤的地方停留太久 远离毒品、酒精及香烟 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或手臂捂住嘴巴和鼻子 此外,必要时使用口罩 让我们采取这些预防措施 堵绝结核病的传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